来 有故事的我和有故事的你 干一杯 就这五块钱现金 好 大爷 谢谢 谢谢 我还谢谢大爷 我是不是搞错了 对 我要一份 好 先付钱后排队对吧 多少钱一份 十元 十块钱一份 呃 它是那个什么粉做的呀 红薯粉 红薯粉 可以 帮我来一份 天呐 这个队牌子老长了 我也加入了排队大军 这个就是小三炒凉粉 锅都爆酱了 这边还有一锅 我想知道这锅盖有什么作用呢 那么小 老板说灵魂 就是这个下面的结架 特别特别香 不过闻起来就已经很香了 排了40分钟 终于等到我了 哇 这个结架好漂亮啊 这个摊看起来就好好吃啊 今儿就吃这一家 哪个是招牌啥锅 这两种 这是什么 酥肉丸子鸡块的 羊子羊肺的 这两个是卖的最好的 酥肉丸子鸡块 对 哦 这个是什么呀 这里面可以放的 面筋放 可以往里面放的 可以往里面放啊 那你帮我来一个这个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溜达牛 今天又溜达到了河南开封的西丝夜市 然后今天我是冲着这个小三炒凉粉 不知道他们家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 但是我整整排了四十几分钟 才排到这么一份 十块钱 这样看起来是没什么食欲啊 但听老板说 这个下面的凉粉锅吧 才是精华 嗯 很香 然后有一股糊糊的味道 嗯 上面不糊的好吃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不是给排几十个人 别人家都说 喝 是有故事的人 咱也算是有故事的人了哈 来 有故事的我喝 有故事的你 干一杯 妈呀妈呀 然后还点了一份开封特色 丸子砂锅 它里面有这个猪肉丸子 还有这个小酥肉 还有这种鸡肉丸子 挺丰富的 但这一份不算便宜 是28块钱一份 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碗子 尝一下 哎妈呀 我觉得吃这个汤有那个 胡辣汤的味道 就是那种 大量的胡椒粉 然后大量的醋 好烫 我喜欢吃这个味道 太嘴了 等一下 我拿个包 就这5块钱现金 好大爷谢谢 谢谢 我还谢谢大爷 我是不是搞错了 我给大爷签 我还谢谢大爷 整饭了呀 这个好像是油面筋 是我特意加的 这份我不知道多少钱 反正总共是28就对了 这味道真肿